本期主要和大家讲解立合器自由行程的检查与调整 检查调整过程中所需工具有 16的开口扳手 直尺 卷尺 主立合器自由行程检查方法如下 每次作业前检查主立合器踏板 有无自由行程 拖拉机每工作50小时 打开仪表罩侧盖 上下拉动下拉杆 检查下拉杆自由行程是否在4-7毫米 立合器踏板自由行程是否在55-70毫米 如自由行程不足 按下来步骤进行调整 否则会造成立合器轴承损坏或立合器烧片 主立合器自由行程调整方法如下 用16的开口扳手 声速剩下拉向不悟 拧紧锁紧螺母即可 护立合器自由形成的检查方法 每次作业前 检查护立合器有无自由形成 如自由形成不符 按下列步骤调整 护立合器自由形成的调整方法 松开锁紧螺母 转动调节螺母 调整拉松拉杆的有效长度 自由形成为3.5至4.5毫米 调整好后拧紧螺母即可 注意 使用立合器时 分离要迅速彻底 结合要柔和平顺 本期就讲解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